接下来我们到密室细聊 调解员胡建云认为 妇女间的矛盾的症结在于 相互都没有读懂彼此 父亲需要情感反馈 而女儿只看到了情绪 硬碰硬的结果就是 误会加剧 矛盾升级 听了大家的发言 双方会有怎样的收获 密室里陈先生依然坚持自我 完全听不进建议 你们有没有看到正点上面 那您认为重点是什么 为什么我一个懒人 跟他带一个这么小的小孩 我付出这么大的 为什么还有矛盾 相处久了就会有矛盾 你好的地方我们充分肯定 你不要总是觉得 因为我帮你照顾孩子的时候 你们对我好所以没有矛盾 孩子大了不需要我照顾了 所以你们对我不好了 有矛盾了 不是这样的道理 陈先生必须意识到 任何人在一起相处 都会遇到问题 但是有矛盾 不意味着他的付出没有价值 不被女儿认可 如果一直钻牛角尖 只会深陷痛苦 作茧自负 与继父的态度相反 朱女士非常认可 老师们的想法 并愿意积极调整 我们还是要在精神上 给她很多安全感 打电话是要打 打电话 包括尤其是 她最在乎的是小外孙女 要跟她多互动 然后就是 她说的那些功劳 给她 对老爷子 你说的对 让她一起 这是我确实说的不对 当徐晨刚把女儿的态度 反馈给陈先生 之前抱怨不止的陈先生 竟安静下来 认真倾听起来 我刚跟你女儿聊了一下 她说 在她心里面 她其实只有一个爸爸 就是你的样子 从来没有过 我妈妈不在了 以后我会不管她 她说我从来没有 动过这样的念头 陈先生是否听见了 大家的建议 密室的另一边 廖席玉跟女婿的沟通很顺利 她感恩岳父 多年来对小家庭的付出 并主动提议 每月给岳父 一千元赡养费 一千在农村里 看得够不够 那你说不够 我再贴 再加一点 对 你说做人情 每个月 她要做人情不够 那我来出 都可以 我们来承担 对 感受她的感受 好吧 第二 跟你老婆讲 她讲 有些时候 不要跟她抬杠 我现在理解她 真的理解她 我还是尊重老人 我不承担 对 在赡养仪式上 陈先生没有对女儿 女婿提要求 女婿建议岳父 放宽心 安心养老 经过密室调节 陈先生能够消除 对女儿女婿的误解吗 重新回到场上 陈先生为何会泪流满面 密室结束 回到场上 还是首先了解 两位当事人的想法 有什么想要说的话 可以跟对方表达一下 好吧 我们感谢这次 我经常提到这个栏目 你把老婆养得这么大 我们也会养你老的话 你这点你放心 我们不是那种 爸不要哭了 我脾气你也知道的 跟我妈一样的 以后反正你放心好了 你的老年生活 我们都会负责到底的 好了不要哭了 我爸这么小的小孩带到 我真的是很有感动的 那天我跟他们视频 我说不出发来 我真是哭了 好了不要哭了 我知道的 你对从小把我女儿带到 我都记在心里的 发那个视频过来 我看到小孩这么 我边看我就边掉眼泪 我真的是边哭了 我真的是好伤心 跟老人家相处 我觉得有一条 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 这是我没有绕过他的情绪 去看他内心的缺失 如果我们跟着老人家的情绪跑 你就好比我们带小孩 你跟着小孩的情绪跑 你未必能发现 他真的是哪里痛 哪里痒 很多时候互相理解很难 表达自己同样很难 这个时候能怎么办呢 就是共情啊 然后陈先生 你也可以想 他们的一些话 有心无心的 都像亲儿女一样 在你面前发发牢骚 是吧 也有点情绪而已 所以我觉得你要稳重 然后要信任 并且拿出你的号召力影响 让他们向你靠拢 我真的是很感谢你们的 你们是对我特别好 他们对你 他们对你其实也很好 我们还没掏一分钱啊 相信你的孩子 真的 他们也要过一定的阶段 才能理解老人的心的 你就看他们的表现好不好 好 看表现 谢谢 谢谢 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 谢谢 谢谢 你们多体贴他一下 好好好 谢谢 调解的最后 听到女儿女婿对自己付出的认可 陈先生情绪激动 泣不成声 不管陈先生有多少缺点 他像天底下所有的父母一样 渴望被自己的孩子重视 渴望自己的付出被认可 更渴望得到孩子们的关心和爱 而朱女士 重情重义 有孝心 却因为不善表达 这才让父亲陷入恐慌和焦虑 相信在清楚了父亲的需要之后 朱女士会将孝心化为行动 用更多的耐心和关心 温暖父亲的心